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饭寺气球课堂 我是气球君 今天我们教大家用气球做 叮叮 一只小狗 我们首先吹一条黄色的R60气球 好的 吹起来以后 先扭一个一只宽的小泡泡 然后做两个两只宽的泡泡 把它扭成双泡结 像这个样子 接下来呢 做一个四只宽的泡泡 然后再做两个八只宽的泡泡 好的 然后再做一个四只宽的泡泡 再连接回这个节点 做好是这个样子 接下来我们要把两个长泡泡的节点 也扭到一起 变成这样子 然后把后面剩下的气球 从两个长泡泡的中间穿过去 像这样子 好的 穿过来以后 我们要调整 把这两个小泡泡 调整到两个长泡泡的中间 拨开 拨拨 把卡进来 好的 做好是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用剩下的气球在后面 两只宽的位置先扭一个泡泡 然后做一个耳结 做好以后 再扭一个四只宽的双泡结 连接回耳结 好 这样子小狗的前腿也就做好了 接下来他的身体 我们扭一个两只宽的小泡泡 然后再做一个耳结 然后后腿跟前腿是一样的做法 四只宽的双泡结 好的 剩下的就刚好是小狗的尾巴了 我们可以把它捏一捏 就速一下行 让它不要那么的笔直 好的 做好是这个样子 接下来用黑色260气球 尖尖的地方吹一个圆形的小泡泡 来做小狗的鼻子 我们把它的球嘴 从前面这个双泡结中间穿过去 像这样子 穿过去 下面拉出来 好的 拉出来以后 我们要跟黄色气球球嘴 第一个泡泡的球嘴 打结连接 再把它拉紧 再打结 好的 连接好以后 把多余的球嘴修剪干净 然后呢 我们要把小狗的鼻子 往前面调整一点 剥开这个双泡结 把中间压下去 调整好位置 好的 做好是这个样子 最后拿出马克笔 给它画上眼睛 这样子给它画上眼睛和胡须 一只可爱的小狗就做好了 我们用不同的颜色 就可以做出更多不一样的小狗 是不是都很可爱了 喜欢气球的朋友 记得点关注我 你也可以在评论区 跟我留言互动 我的朋友圈是 C.S.小B 我是气球君 让我们一起开心的玩气球吧 拜拜 by bwd6